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猪肉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脂肪 但其却具有润燥 滋阴 浮腺液的等功效 适当服用可以促进胃液分泌 滋养肝阴 润泽皮肤 缓解消可症状 尤其在春秋干燥的季节 吃一些猪肉皮的保健效果会更好哟 这中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有降血脂 抗动脉周围化等作用 对于预防新疗血管疾病的发生也大有益处 橘子胃肝酸 性温 乳肺 主要至胸隔节气 忧逆少食 胃因不足 口中干渴 肺热咳嗽及饮酒过度 具有开胃 止咳润肺的功效 但食用不当反而无益 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蛋白质和橘子中的维C可以产生反应 形成各种块状的物质 想要排泄就更加困难了 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不通腹泻的症状 严重的话还要去医院 而海鲜属于寒性 和橘子正好相反 本就属性相反的食物就不能放在一起吃 对肠胃的刺激会特别大 很容易诱发肠胃疾病 而且有的时候放在一起吃还特别容易过敏 这一点也是很多人需要注意的 脱发是许多人都存在的现象 也是大家十分苦恼的事情 头发掉的多 不得不让人担心自身的健康 以及秃顶的问题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种预防脱发的食物 吃牡蛎能够培育健康的头发 特别是中年或者青年男性 多吃牡蛎能够营养头发 防止中年脱发 还能够有效不慎提高性功能 牡蛎中含有丰富的子元素 是一种有效的抗老化成分 胡萝卜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 可以用来当作配菜也可以炒着吃 由于胡萝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 在食用完胡萝卜之后能缓解人的眼睛疲劳 降低近视的可能性 还能使头发汙灰油亮有效的防止脱发 桑胜作为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 里面还有多种营养物质 像常见的维生素 化成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中获取 而桑胜本身属于黑色食物具有营养毛囊 促进头发再生的作用 手机已经成为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睡觉前玩手机也早已成为了当代人的通病 人们普遍认为晚上玩手机可以使身体乏累 从而快速地进入到睡眠状态 但事实真的这样吗 褪黑素 褪黑素是由脑部一个被称为松果体的器官所分泌的一种激素 被称为人体的天然安眠药 褪黑素不仅能改善睡眠质量 提高免疫力等重要作用 睡前玩手机会减少生成褪黑素的几率 一旦褪黑激素分泌受抑制 就会影响人的收履周期 造成生物中紊乱 很容易导致失眠 睡眠质量差 影响内分泌 皮肤状态差等问题 褪黑素的分泌是有周夜节律的 夜幕降临后光刺激减弱 体内褪黑素的分泌水平也先让增高 在凌晨2至3点达到高峰 但当你在夜晚中玩手机时 手机的光亮会造成褪黑素的分泌不足 夜间褪黑素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睡眠的质量 长期睡前玩手机是非常容易导致失眠的 改善失眠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放下手中的手机 按时按点的睡觉 就算不能很快的进入睡眠状态 也要闭目养生 睡觉前可以吃一根香蕉 也可以喝一杯热牛奶和豆浆帮助睡眠 甘油三脂超出正常范围 并且不断升高 血液中的止含量也会随之升高 血液就会逐渐变得粘稠 并且多余的脂质不断地附在血管壁上 它会导致血管变窄 变毒促使血栓的形成 加速动脉堵塞 营化的情况发生 荞麦桑叶发酵液降甘油三脂 荞麦桑叶发酵液是属于一种天然的植物发酵液 被称为天然的降脂高手 甘油三脂高的人可以饮用调理 可以将血管中的制止清除干净 恢复血管干净健康 每天快步走 每天进行适当的运动 不仅可以预防调节和改善甘油三脂 还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提高免疫力 所以甘油三脂过高的人可以常运动 如果不喜欢跑步 游泳健身操等运动 可以尝试快走 每天花时间走一走 对桥姐血脂有很好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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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